全能神经典话语 这次道成肉身体尝人间痛苦 也是相当有意义的 是为了人类以后美好的归宿 神做的工作都是最现实的 为什么神看人现在是无罪的 人能有幸来到神面前 就是因为耶稣定十字架 他担当了人的罪 把人赎回来了 为什么人类以后一点痛苦也没有了 没有忧伤 没有眼泪 没有叹息 因为神这次道成肉身 把这些痛苦都担当了 这些苦都替人受完了 就像一个做母亲的 看见儿女生病了 就祈祷上仓 宁愿自己少活几年 来代替儿女的病痛 神做工也是如此 用他的苦换来以后 人类美好的归宿 人类以后 人类以后没有忧伤 没有眼泪 没有叹息 没有痛苦 神是用亲自体偿人间痛苦这个代价 这个付出 换来人类以后美好的归宿 换不是说神没有权力 没有能力 而是神要找出更实际有力的证据 让人心服口服 神自己已经体尝过这些苦了 所以他有资格 有能力 更有权 把人类带入美好的归宿里 赐给人类美好的归宿与应许 撒旦也心服口服 全与上下的受造之物 也都心服口服 最后都承受 神对人类真实的爱 神做的一切都实实际际 不是空洞的 乃是他自己亲身体尝的 神用自己体尝痛苦的代价 来换取人类的归宿 这是不是实际的工作 父母为了儿女 能付诚恳的代价 代表父母的诚心 神道成肉身这么做 当然对人类也是最诚恳的 最信实的 神的实质是信实的 他既说必做 既做必成 他对人所做的一切 都是诚恳的 不是只说话 而是说付代价 他就实际地付代价 说担当人的苦 说代替人受痛苦 他就实际地来在人中间生活 感受这些痛苦 亲身体尝这些痛苦 之后 让全语之上下的万物 都能承认 神做的都对 都公义 神做的都现实 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另外 人类以后有美好的归宿 圣存下来的人都得赞美神 赞美神做的 对人确实是爱 神来人间 降杯为一个正常的人 不是做做工 说说话之后就走了 乃是实实际际地来在人间 体尝人间痛苦 这些痛苦都体尝完了之后 他才走 神做工作就这么现实 这么实际 圣存下来的人都会因此来赞美神 让人看见神对人的信实 看见神善良的一面 从道成肉身这方面的意义 就能看见神美善的实质 他做哪件事都是诚恳的 说每一句话都是诚恳的 都是信实的 他要做的事都实实际际地做 要付代价也实实际际地付代价 不是只说话 神是公义的神 神是信实的神 神把这一次轻盈人类 拯救人类这件事 看得比任何的事情都重要 神做这些事 不仅仅是用意念 也不仅仅是用话语 更不是随随便便地做 而是有计划 有目的 有标准地 带着他的心意 在做着这一切的事情 可见 神此次拯救人类的工作 对神与对人的意义 是多么的重大 无论这工作有多么难 无论做着工作拦阻有多大 无论人类有多么软弱 人类的悖逆有多深 对神来说都不是难事 神在忙碌着 在花费着自己的心血代价 在经营着他自己要做的工作 也在安排着一切 主宰着一切他要做的人 要做的工作 这一切都是前所未有的 神第一次用这些方式 付如此多的代价 来大动工程 经营人类 拯救人类 在神做着所有工作的同时 他毫不保留地 把自己的心血代价 自己的所有所事 自己的智慧全能 与他方方面面的性情 向人类一点一点地表达 一点一点地释放 这些方式的表达与释放 也是前所未有的 所以在全语之中 除了神要经营拯救的人之外 没有任何受造之物 曾经与神的距离这么近 也没有任何受造之物 与神有这样的亲密关系 在神心里 他要轻盈 要拯救的人类 是最重要的 而且他把这样的一个人类 看得比什么都重 尽管他为这样的人类 付出了很多的代价 也尽管他不断地 被这样的人类伤害 悖逆 但是他无怨无悔 依旧对人不离不弃 一直不停止地 做着他的工作 因为他知道 早晚有一天 人会在他话语的呼唤中 苏醒过来 被他的话语打动 认得他就是造物的主 从而回到他的身边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